不是什么 我进山了 进山了 现在这个季节 在我们这边有一种非常好吃的果汁成熟了 这种果汁价格卖的不算高也不算低 一斤能够卖到12到15块钱左右 有钱的人都非常喜欢吃这种水果 我们村里面有一个老乡在这边才种了300棵这种果汁树 去年一年听他们说就赚了40多万 到底种的是什么果子呢 今天来他这个果院里面看一看 老乡种的这些水果树就在这个大三角下 这一片全部都是 这样看这些树都已经是非常的大了 估计已经种了很多年 老师你妈你看这个树这个就年有啊 半年 半年 看的话搞不好 一刀树大概差点久了 去找嘛 像真正的菜嘛 六八斤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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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跟 呃 给面看有一种 呃 呃 五八斤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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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来继续炸这个啊 好好好 老乡说这个果树在这边已经种了有八年了 这个果树确实是非常大啊 在这个树上绝了非常多这个果汁啊 老乡种的这种果汁就是这一种啊 李子 不过这个李子品种确实不一样的 叫三华李啊 看一下现在还是轻轻的颜色啊 这种李子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又脆又甜水分也多 在这个李子上面有一层这个白白的雾啊 这个是霜来的 这个没事啊 抹一下这个 像这种其实它只有六到七分熟吧 还没有红 这种是最好的 里面一点点红 水分非常多看得出来啊 非常脆 果肉很饱满 它的籽子有一点点 真的可以用硕果蕾蕾来形容 这里的三华李的产量满数都是啊 刚刚看了一下老乡在这边种的这种三华李啊 产量确实是非常的高 刚才老乡说他这边种了有300棵 然后每一棵都能在150斤左右 他这边呃这样算下来的话 应该产量一年就在5万斤左右 如果按照12块钱来算的话 这边今年就能收入一个60万了 比去年还要更高啊 真的是呃非常的佩服这个老乡 有这样的眼光在这边种植这样的水果啊 像这种三华李你们也没吃过呢 在你们家家里有没有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